歡迎大家來到超哥澳洲水人生活 今天請了一個比較特別的嘉賓 就是帥哥 他就是蓉仔 可以蓉仔打招呼嗎? Hello 大家好 超哥的觀眾 我是蓉仔 我是一個來自香港的插畫師 我來澳洲差不多兩年了 大家好 那你為何會來澳洲呢? 因為好像聽你之前的說話 原來你本身是空少 這個故事有點長 可能我長話短說 沒問題,隨便說 我畢業之後大學畢業 十幾年前 就去了做空少 那我讀就是讀設計 但是我沒有做設計 就去了做空少 那做了兩年香港航空 就基於香港的 世界各地周圍都有些航點 那時候 就是維珍澳洲航空 即Virgin Australia 就開了一條香港線 就是 那是在澳洲航空飛香港的 那就是要在香港 招呼10個 識港中文的香港人 那我就 很幸運地被他招呼 那我就去了 Virgin Australia 那我便去了 那一開始 只是飛到澳洲 那後來呢 整整一下 可能有生意 所以就開了Sydney 所以就有三年 就是飛到Virgin Australia 正是飛到 香港Sydney 和香港Melbourne 整班機 只有我一個香港人 其餘9個同事 都是澳洲人 那我就很喜歡 很喜歡那個文化 那 所有的 很新鮮 又很喜歡澳洲的天氣 所有東西 那COVID 就所有線都取消了 然後有炒人 所以就沒得飛 那又回到香港 就 做一些插畫 設計 那些東西 那就是很不享受的 那個心 整天都想著 整天都想著澳洲 很想去澳洲 那最後 前年就出了這個 叫Hong Kong Stream 香港人救生艇計劃 就是 是專課 2019年 香港那些政治事件 專課香港人而設的 那我就 就 承著這個機會 就來了 整個故事就是這樣 哦 明白 所謂叫做 19年之前 沒有COVID 那又是 做這個空少 就兩邊飛 所以就認識到 所謂叫做 澳洲這個地方 是啊 因為以前 我們飛到香港航空的時候 都有澳洲這條線 但只是去 GOLD COAST 有幾天在中間 都有去過澳洲 但是 對於文化 所有東西都不太清楚 覺得好像去旅行 一個西方國家 但到真的做Virgin Australia的時候 就很深深地接觸那些澳洲人的文化 那些澳洲同事 我們來到澳洲之後 是住在酒店裡的 他會駕駛車來接你出去玩 就帶你去一些BIRTHDAY PARTY 就去他家裡的FARM 看他草原有隻草泥馬 所以那些很Local的東西都試過 就覺得 哇 為什麼澳洲人可以這麼熱情 這麼Nice 然後 還有上班的環境是很舒服的 就是那些人是很Chill 沒有什麼階級觀念 就覺得很喜歡 所以 回到香港是完全念念不忘 好像 抑鬱那樣 那個狀態 哇 很想念澳洲 每一天 做夢都 想念那時候的日子 明白 所以 你COVID之後 就拿了這個 Hong Kong Stream 就過來了 那你現在那個狀況 是 還在讀書 還是Hong Kong Stream的過度是怎樣的 其實Hong Kong Stream 就要來讀兩年書 然後就要留下 如果你在偏遠地區 就留下三年 在大城市就留下四年 就有得拿PR 就有永久居留 那我現在就差不多 讀完那兩年書 那讀完兩年我就在那裡留 那留夠時間就有PR 就是最基本的就是2加3 就轉PR 對 那PR接著呢 就再坐四年 呃 PR好像坐三年 呃 四年裡面的三年 啊 好像 好像 其實你如果拿了PR 好像Hong Kong Stream 那個呢 應該是 你坐那三 就是之前那些三年 已經算了 好像是的 我記得 總之 但是你拿了 你現在就是TR 是啊 OK的 都沒什麼所謂的 總之 最後其實你 因為好像聽你說的就是 其實你讀完書 那你現在就會 就是找東西做啦 那你現在開始就是 一個過渡 那其實那個Hong Kong Stream 就不一定要是 你要有東西做的 你這幾年都可以 就是留在那裡 是的 其實不一定要有東西做 還有 你選什麼科來讀都可以 就是Degree或者Master 選什麼科來讀都可以 就是如果是以往 或者其他國家的護照的人 他們是要選什麼職業清單 又要做那些 Accountant Engineer 護士 那些才可以 那Hong Kong Stream 就是你選什麼來讀都可以 只需要是兩年 Degree以上就可以了 然後你讀完那兩年 留下那三年或者四年 他又沒有規定 你要賺多少錢人工 又沒有規定你一定要做事 就是你躺平 都可以的 你只要是坐夠那個時期 減移民 減移民 減移民就可以了 有沒有這個 這個什麼 稅數上限的 讀書那次就有的 讀書一定要50歲以下的 是的 然後畢業之後 申請那個450 就是畢業新公簽 就沒有稅數限制 但是其他護照的人就有 就是35歲以下 但是這個限制就不 Apply到Hong Kong Stream裡面 所以其實澳洲政府 我覺得對香港人都算是 這樣 都算是這樣的 OKOKOK 那其實聽起來 其實如果還是 40多歲 還有幾年是50歲的 還有一點Buffer 可以補一補 拿Degree 但是一定要畢業 一定要成功畢業 一定要成功畢業 要成功畢業 你要整個畢業新公簽 就是要 上載你的畢業證書 那你讀哪一科 之前就是畢業那一科 我其實是讀Marketing的 我讀兩個Master 兩年入面 其實你讀一個都可以的 如果你那間學校有Offer 但是我剛好讀那間大學 一個Master 只有1.5年 那因為Hong Kong Stream的要求 是要兩年入面 就將 我們學校有個 package 叫做 將兩個Master 塞在兩年入面 讀 然後有很多科 都是overlap 那樣的 變相我 將會有兩個Master 畢業 就是我一輩子 都沒有想過 我會去讀Master 以及會 碩士畢業 這樣說出來好像很威風 但是 我沒有預期過會做這件事 都是因為 為了走Hong Kong Stream 而去走 好 那在問你 現在有什麼工作打算之前 我有個 突然間有個 比較juicy的問題 就想問你 就是之前 我沒有跟你合過的 但是呢 看看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分享一下經驗 近期那個 國泰事件 你有沒有留意嗎 有 有 有 如果 打個比喻 如果你是 那個 職員 在那個 那個 情景裏面 你 會 你 會怎樣處理 或者是你 有沒有遇到類似的情況 之前 哇 超級多 每天發生 是啊 是啊 最近有個國泰事件 就是 有個人 對啦 有個大陸人 對啦 對啦 然後 後面那個人 又不是很高興 然後又罵他 然後就說 你也是中國人 才會做這些事情 類似的 對啦 差不多了 類似的 但其實我們平時 以前上班的時候 經常發生的這些 那 多數都是 就是 吃飯的時候 就說 就跟那個人 說 譬如他叫了後 就會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吃飯時間 可不可以麻煩你 教一下椅背 方便下面吃東西 一般來說 99%的人都會做的 因為 大家吃飯 都會明白 後面的人 會吃不到 當然 當然好 多數吃飯的時候 會這樣 但是呢 如果你說平時 就是 不是吃飯 就這樣 躺在那裡過時間 那些 那就 他 我們就不會這樣的 因為真的是他的權利 是啊 你挨後是他的權利 那麼 我們就會 如果有個人投訴 譬如他後面的人投訴 就是 不好意思 其實 他是 他是有權 這樣 或者 我會這樣說 其實他有權這樣做 其實你都可以 叫後 都可以舒服一點 這樣 還有他可能 他睡了覺 也不太方便叫醒他 這樣 這樣 可能他都會明白 但是有時候 如果他又很浪禮 這樣 那 就 就是 發瘋 你控制不到他 這樣 就幫他看看有沒有其他 嗯 可以調給他 就是可能後面有個空位 就 幫你檢查後面也有個空位 不如你調過去 那邊沒有人 你舒服一點 這樣又沒有人可以挨後 你又可以挨後 這樣 他就會調位 那就很少 會 在那裡罵人 說什麼 你是中國人才是這樣的 那麼這些是很個別事件 很極端才會發生 是 但是你看這次 其實你看 在有些短片 其實他最後去到 就不是他們三個人 吵架 就是已經 spread 去其他周邊的人 都有一些情緒上的 即是 騷動 或者叫做 吵 其實 我想在那個情況 你們都幾難處理 嗯 我覺得這個情況發生 其實 都不是因為那個 叫不叫喉 說真的 都是 叫不叫喉 然後是一個 渡火 之後 引發了 那個 精結是中國矛盾 但是我不明白 為什麼 應該這麼說 其實 坐飛機 有爭執 甚至乎 吵架 好像你這樣說 就是 無一 經常發生 但是如果 那個組織 要圍繞這件事 每次都要寫報告 然後現在 他簡直是 嚴重到 就是說 那個組織覺得 這兩個人 所做的事情 是犯了一些很嚴重的問題 導致他 即是說 列為一個不受歡迎 我就會想 其實 是不是 如果每次都要吵架的時候 是不是都要這樣做 還是說 這兩個人已經做了一些事情 是非常之嚴重 嚴重到是 危害到 隔機的安全 所以才這樣做 還是隊員會主動去做這件事 我們上當年訓練的時候 我們有讀一件事 叫做 Unruling Passengers 即是那些 很 沒有禮貌 或者很激烈的客人 他要怎樣處理呢 就是 可能分成幾級 如果他是純粹言語上 你就要警告他 如果他是出現一些 打鬥你 就是 對你構成威脅的 可能我們有些 叫做 Restrain Device 可能有一些 扣我 扣住他 不要讓他發生這些事 即是我們每一個級 都有一個處理情況 對 說真的 那個 乘客 他也是罵其他 乘客 其實對Cabrin Crew 來說 又沒有構成這麼大的威力 對 對 我覺得奇怪 我覺得 我自己理解這件事 而是 他說的那句話 可能 他存在racist 嗯 即是他是說 什麼 你知道 大陸人就是什麼 大陸人就是什麼 但racist 對這件事 其實在乘飛機的 rule 其實 沒有什麼 有需要去 我不知道 就是 嗯 我覺得 可能在 飛機上 這件事 即是不導致他會 以後不讓他們坐這輛飛機 是啊 是啊 是不是去到這麼嚴重呢 但是 本身racist 這件事 可能 除了放在飛機上 你放在 可能一間餐廳 或者哪裡都好 不一定是 大陸這個國家 或者是 不管他是哪個國家 膚色都會有 是的 就算是一個德國人 或者是一個黑人 然後他可能跟他說 你是黑人 你才這樣做 嗯 我覺得放在什麼環境 都是一個很serious 的一個 分別 我們在澳洲 更加不同 但是 只不過在這個case 他放在香港的時候 嗯 大家對大陸 敏感一點 嗯 他這樣處理 那大家可能又會覺得 哇 用不用啊 這樣 是啊 我自己就覺得 沒有去到 我覺得 就沒有去到 好像 終身 不受歡迎 但是 真的很嚴重 你反過來 當年 鄭竹基 喝酒鬧事 都沒有到這個level 是不是 OK的 跟你分一下這件事 言歸正傳了 那為什麼今天 有 招請你呢 因為我們之後 其實十月 就會有一個 香港人市集 那我見其實 你之前 因為我有一天 去Chesswood 遇到你 遇到你和 深食堂的老闆 Marcus 那你就看到 咦 你們有搞Corssover賣月餅 我不知道你 如果接下來 我看到你 昨天 就出了一個新 帖 就是說 你都會 在市集 會有一些 擺賣 表演 那你那天 會大概有什麼 做 其實我來 10月5號 10月6號 不要緊 我會檢查一下 日子 OK 現在 10月6號 在Chesswood 我們會有一個 香港人市集 就是 Hong Kong Street Market 搞的 Hong Kong Girls Street Market 搞的 號稱 這個 我會來 首個 香港人市集 有很多東西看 有 野食 表演 還有一些經典的遊戲 玩 我這次和之前 那一兩次 有點不同 我之前那一兩次 都是賣自己的產品 但是 這次我就不是 我們就做了一個 攤位是玩遊戲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在香港 玩過 紮彩虹 嗯 有 很小時候 是的 我們就把那個東西搬了過來 就做了一個 模型 然後又買了一些硬幣 給別人摘彩虹 嗯 那我猜 可能 澳洲的人 即住在澳洲的香港人 應該很多都很久沒有玩過的了 嗯 所以如果大家 想來 懷舊一下 感受一下香港的氣氛 除了有這個摘彩虹 還有很多其他食物 蛋撻 奶茶 那些 都會有很多東西看的 還有一些表現 這樣 歡迎大家來 是的 OK 那你會有一檔東西 就是剛才你說的這個遊戲 是不是 是 OK 那另外 都會不會有人 賣回你之前那些 因為我覺得你那些插畫 其實都挺有趣 那你會不會有些之前那些 Sovineer都會放在那裡 還是說你 純粹可能只是去 幫人做簽名拍照 那些 我覺得我可能主要都是做 紮彩虹那個 因為我之前都放了兩次 都有放自己的產品 可能都有點悶 就是 擺來擺去都是同樣的東西 所以可能放一些新的東西 給大家玩一下 我覺得我也很期待 紮彩虹 OKOK 那就好啦 到時候我看有機會 就再 介紹一下 就是再去拍一下 你們那邊有些什麼 那你 你 自己有沒有些什麼 想 借一下我這裡幫你做宣傳 給你 給你多兩分鐘時間 其實大家可能第一次見到我 在超哥的頻道 我其實有個Facebook 就是叫做熔仔日記 還有一個IG 那我就把我平時在澳洲發生的事情 就記錄下來 用策畫的形式 就是大家看到我們現在訪問 背景的公仔 就是我畫的 那 就把一些平時在澳洲 看到一些很新鮮 很新奇 對一個剛剛來的人 都來了一兩年 很多東西都對我來說 很特別的 我就畫下成為策畫 那可能大家都有些共鳴的 那大家可以去Follow一下 Thank you 你遲些住那裡 就是我不管你住哪裡 你遲些住那裡 其實都 跟我是算 同一條 火車線的 所以我可能遲些 等你那邊 Settle了 你 就是搬定了 我就找一次 再跟你出去拍攝 喔好啊好啊 出去玩 喝喝吃吃 哈哈 是啊 OK 今天就謝謝你的幫忙 我們接下來 香港人士集再見 好 好 大家 拜拜 拜拜 好了 到下一節 我又再請到另一個嘉賓 這位朋友之前都有上過我們節目的 就是深食堂的老闆 Marcus 大家好 大家好 那為什麼我又會找你呢 因為呢 事緣就是 接下來 剛剛和 抱歉 先這樣回答 不好意思 事緣就和熊仔 上一節訪問 就 說起那個香港人士集 那我也知道 你也有參加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漏你 我漏你 可不可以夾當 可以借一個檔口 給小弟有個位置 可以賺錢 所以就 找了你 我們接下來 都會有一個檔口 一起 擺 我們 你那個檔口 到時會是怎樣的 你可不可以說 就是 介紹一下 到時 那個檔口都會有賣一些 我們自家製的產品 首先會有飲料 就是 港式奶茶 鴛鴛鴦 然後 檸茶 和涼茶 然後 野食 因為 場地 地方有限 煮不到太多東西 就只有咖哩 咖哩 魚蛋 咖哩三寶 碗仔翅 魚肉燒奶 之類的 比較簡單 我們叫做街頭美食 我們叫做 因為那裏 設備有限 然後 然後 會賣一些 可能 我們 鋪神的東西 一些 湯 小食 那些 對 上次好像你沒有賣 湯 冰 那些叫做冬 對 上次主要就賣 這些 和 月餅 合作的月餅 上次 9月6日 9月7日 差不多 那星期 那次 我也有做節目 我看到 那天 中秋節 反應也算不錯 我看到人流 這次 這次 我聽回商會那邊 就說 這次 這個是 Sidney 第一次搞的 所謂叫做 香港人事集 那 我們 香港人 或者叫做 香港新移民 我們就嘗試過來 都支持一下他 所以 就跟你 有一個 合作 就是 大家一個檔口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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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像你那樣做飲食 所以 我也是買一些簡單的東西 我就是買回 我們 NYHK 阿俊的 這個 火記奶茶 是 OK OK 因為其實 賣就不是 普通 那些 幾蚊雞的東西 賣得很快 因為價錢 定位 都不是 叫做 平價的東西 所以 去到的 現在就 不是很差 那 那 那天 你就會坐陣 即是來的 市集 是不是 是 OK 到時 大家就可以來我們的檔口 支持一下我們 可以說一下你現在 工作方面 我就知道 因為其實 很多香港人的道理 其實 我訪問完你之後 其實 我 起碼都認識了 三個人是做飲食的 即是香港人 我這裡也有很多香港人做飲食的 對 我不太明白 到底是飲食業 很容易做 還是 大家 覺得 找不到東西 不要這樣說 總之 總之 大家就覺得 算了 總之來到 怎麼都好 靠 拿一隻鑊也好 做什麼都好 但我又發覺 其實 都入了很多 即是入了這一行 或者是創業之後 都開始有些 其實都 不是做事 辛苦 或者不是說 生意好到很辛苦 而是 沒有想像中 原來 生意的收入 甚至乎客奴 因為你經常都說 人不夠 有時候 避料 又會有影響 甚至乎 人流 收入 很飄乎 你有這麼大的情況嗎 先說回 為什麼做飲食 我開始來澳洲的時候 我是讀廚師 是啊 我聽你講過 做了這一行很多年 但之前就是做西餐 之前上次你訪問 我也有訪問 所以 在COVID的時候 有時候 餐廳 拿單 沒有餐廳 然後 嘗試一下 找些東西做一下 那 但是 手頭上的資金也有限 然後 只有一個人 那就 嘗試做一些 自己香港人的 是 現在店舖 算不算上了軌道 或者是 因為我以前 剛剛訪問你的時候 就 開始了無奈 對 應該開了一年 左右 現在兩年 兩年 三年 應該 上次你訪問 應該是 差不多一年 多一點 當時 是 起碼一年半 一年 不止一年半 那你現在怎麼樣 好嗎 一般般 還未到 真的 好 非常 長了軌道 因為其實 經濟都越來越差 嗯 人 消費都 比較 越來越少 嗯 所以 我也不知道 就是 生意 好 有時候 壞 是啊 失業率 失業率我都知道 其實就高的 對 因為我們 其實澳洲 貨幣 其實是貶值的 如果 對比起 世界各地 是 差了 所以 現在 好像 我們要買 外面的東西 是貴了的 通脹 然後租金 又加 嗯 現在 可能 你出去租 一個人出去租 租金 一行單位都六百幾七百 那 人工又沒什麼 怎麼加 那些人 手頭上的錢 越來越少 都沒什麼人 消費肉會低 又會比 剛剛說 這個 business 是 是 那你現在 現在 沒有說 生意 沒有升 沒有跌 已經算是贏 好嗎 已經算是 是啊 那你賺不賺到份量 OK 啊 so part 都賺到份量 好的 起碼都還 我自己 現在 在這樣的情況 是 因為我 不是 好幾個 那些 做這一行 說 這個年頭 吳蝦已經贏了 是啊 我都 我都見 他們每個人都做到職 我都說 我們交得起租 給多起糧 你已經贏了 OK 那你現在 有沒有什麼 新的食物 或者是現在 剛剛 說回 就是之前跟阿龍仔 那個 那個 月餅 之後有沒有什麼 計劃 或者是 接下來又會推些什麼 啊 可能 主要是 呃 Christmas 我差不多到10月 開始要推的 會做些 catering 就是那些 道具 哦 OK 派對 嗯嗯嗯 就是可能 啊 想搞10個派對 然後 你拿 啊 可能吃點東西吃過去 嗯嗯嗯嗯 有呃 可能有機會 啊 可能 大概多些market OK 其實這邊是不是 我上班 很多地方都會有 回去 因為其實我懶得 就沒什麼呢 好像去搜击這些 這邊 啊 以前沒有那麼多 但是 Ahh 很流行 每幾個月就有市場 可能在聖誕節的時候 周圍都是市場 Circular Key又有 Martin Place又有 其他不同的地區 都會搞市場 聖誕市場 Circular Key 那些比較本地人 譬如我們香港人擺的市集 在那邊會不會吃虧 或者可能人們沒有興趣 絕對會 是嗎 因為 有時候做這些港式食物 基本上大部份都是香港人 香港人或是本地的 第二代華人 但是你說外國人的話 他們不太知道你們的食物 或者他們會覺得很奇怪 你在市場賣什麼 Shuffin Soup 你每次Shuffin Soup 你也買Shuffin Soup 什麼事 他又不太知道什麼 OK 我覺得現在 好像你這樣 其實市場是多了些 或者可能 因為現在 我剛剛選完Council 其實有很多區的Council 都是多了些華人 進去議會 他們有時候會推 例如 Eastwood 夜晚會有夜市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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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是 是 所以 所以 所以Rosa和Rosa也會搞 所以基本上每個環區好像你這樣 其實好像跳著這個月 1月就誰搞,2月誰搞,3月誰搞 其實你差不多一圈一年 每個月都可以去租這些 其實remarking競爭都很大 是不是啊? 可以說一下,譬如你去租一個市集 一個檔位,那流程會不會很複雜? 複雜都還好,但是你要早點報名 因為很多報名都很快會自治 可能Tresswood 放出來可能你又要報名 如果不是的話,它敷了就沒有毛利品 OK 還有又要搞通知Council 搞一些牌照 那你有食材吧 然後找回當地的公司 又要搞臨時的攤檔 然後又要購買保障 對,公司的利益 對,但是好像有一次我去一個攤檔 可以試吃 他有一些放進口裡的東西 他又有個警示 然後又說 要你提醒一些人 如果你有敏感,你就不要吃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 這裏比較多人有食物敏感 所以你要提醒人 尤其是Nuts,果仁有些很嚴重 可能我吃下去,我真的會死 所以要很小心 做那些西餐廳 有很多外國客人 那樣又不能吃 那樣又不能吃 我又不能吃Nuts 我又不能吃麵粉 又不能吃黃豆 OKOK 可能我們接下來的市集 這些都要貼出來 通常他會 可能我做開會知道 通常是有幾種會 又要特別說 但是你又不用說明 通常Nuts是比較嚴重 但是其他有些 有些看個人情況 但是通常 可能你說 Guten Free 通常吃完都是 只不過是肚痛 對 有些少少不舒服 但是未必說會 即是不會死 總之 或者是呼吸不到 然後便會死 OK Nuts 就會嚴重 所以 有Nuts 就要小心 到時你又要幫忙提醒大家 OK 沒有問題 聖誕節會舉辦 聖誕節會舉辦 派對 對 接下來是準備過農曆新年 最忙就是這段時間 最忙也是這段時間 好 到時再找你 幫你做宣傳 或者是幫助你 對 對 你店鋪那裏 我知道 應該都還有堂食 對 對 都還有堂食 OK 你可以給你少少時間 介紹一下你的店鋪 你的店鋪在哪裏 或者是可以有些什麼 因為剛才這樣說 市集我們就只買一些 街頭東西 簡單一點 可能去到你店鋪 好像我們上次拍 會有些麵食 對 對 店鋪在Asheville 2號 355 Liverpool Road 深城堂 現在 對比起上次來的 訪問 我的菜單都多了很多 我也有做雞蛋仔 格仔餅 我不用買 早知道 你先做好 我不辛苦 你可以 如果你有照片 那些菜單 你給我 我就配上去 好啊 好啊 還有豆花 有些甜品 越出越多 你現在開店的時間 有沒有 因為你那邊沒有有宵夜 例如有些人不會去吃宵夜 你那邊可以晚點收 還是差不多時間 現在都是 星期三到星期日 12點到7點 都沒有開得特別的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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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明白 我不知道我公司那邊 離離那邊 遠不遠 因為我住在CAMS 我現在在CAMS那邊 啊 你在那邊做營 住啊 我現在在那邊上班 啊 okok 那邊過來你那邊近 很近 開車 10分鐘 好好好 找一天過來先 有空過來 好啊 那多謝你 今天接受訪問 又可以 遲些和你一起參加玩樂 好啊 熊仔 遲些就會 住過來我們這邊 我有機會 又會邀請大家 出去拍攝 或者我邀請他來 你又喝喝吃吃 哈哈 ok 好 那多謝你的訪問 下集再見大家 OK 拜拜 拜拜 Hello 你們好 我是澳洲的MIHK的主持人 我是牛腩超 真心教教主 那旁邊這個是我的小朋友小澤 那呢 就希望各位繼續可以支持 我們的MIHK的營運 能夠是助養我們的朋友 助養我們的小朋友 助養我們的同事 能夠生活下去 哇 不用那麼慘 OK 不用哭 OK 好 到你講英文了 OK 是 祝福 好 不少於十條的影片 如果各位想繼續支持鱷魚談的 可以去下列MIHK.TV的網站付費 以及到Patreon註冊會員